回到TASTE MONEY 市場升至196點 25369點 除了騰訊之外 評報都幫忙推動市場 見到期指方面升至158點 25343點 暫時低水20多點 成交張數23000多張 成交今日172億多 這個時間我們要找嘉賓李聲揚Ivan和我們聊天 Ivan早晨 早晨大家 市場好像挺好 又想爆頂 借著騰訊不斷發力 現在是否沒有選擇 一定要買騰訊和市場 是否都沒有原念可以破到25400的位置 25400是很容易的 今天暫時走勢都挺好的 你看幾隻強勢股 譬如騰訊 另外見到港交所走勢都不錯 亦都打上來 我其實自己挺看的 港交所的 很多時候都是一個 對大使的指示 我們桌上有港交所的號碼 所以 長期都有港交所 現在買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的 港交所算是一隻比較 大家也熱本問 但也真的比較落後 388 看看 現在最新的 197.3 你是建議大家 不要追騰訊 去追其他比較落後的那些 是嗎 是啊 恆訊那些也是上個星期第一跌 唯一的機會買的 嗯 如果錯過了就沒有了 那買其他那些 那有沒有其他籃籌股可以考慮 現在中 我覺得剛才我們節目之前都講開 我覺得譬如石油股都OK 你見到857 中石油股都大落後 好像還沒炒就是這些 嗯 好 現在最新說減產協議 會再延長 油價又爆上來 你見到海油 中石油 中石油原來在升2% 5.36% 海油就升1.2% 9.24% 還有我見到葉岩企相關股 譬如海龍控股 1623 安東油田 3337那些 即很久沒有法市那些 都上來那些 那些可不可以倒閉呢 嗯 個別 譬如石油原 真的要逐隻看下才行 譬如可能石油這個 你說 譬如其他的油股 就是葉岩企相關股 是嗎 是的 譬如1.251 1623 然後196 那些你會選哪一隻呢 我會選一些未破頂 196其實就已經今天一升升10% 但是其實還挺落後的 這隻那個波幅就非常之大的 嗯嗯嗯 行政經驗一些都是大落後 我寧願選一些未破頂的東西 另外呢 你留意一下 那些資源股 因為資源股 譬如鋼 剛剛上個星期開始開波 就是說 一些去產能的情況 說去到完成了六成三 安杠現在馬鋼在升4% 兩個8.8% 安杠三四七 也都升3% 其實一系列的資源股 好像 其實炒上來這一陣 第一浪就是資源股的 然後就退了好久 現在是不是收拾的時間呢 呃 我覺得是短線 其實你看過走勢幾個 還有也可能也是一些落後 但是會傾向短線一些的 你說去到第二季的業績 還行不行 我自己就有些疑問 因為你看中國的經濟數據就不是太漂亮的 但是這一陣子資源價有少少在低位反彈 我覺得都是短線一些的 可能住碼也不能太大 但是你說落後就這堆東西是相對地落後一些的 好啊 但是如果資源你自己會選擇哪一類型呢 我其實會選水泥就多過金屬那些東西 哦 水泥 是啊 你看上星期五的內房也都做得挺漂亮的 可能連帶水泥或者建材那類的可以炒一下 咦 如果是914了 是啊 甚至3323那些其實你看一樣都是這麼落後的 咦 2009有紅安新區概念 那會不會2009呢 都ok的 紅安那個概念我覺得應該還有得炒的 應該不是只是炒那幾天那麼少 那麼現在就是209 剩下一點可能就更好 嗯 好啊 幾隻資源股呢 就是水泥都升超過1% 26.1 就是914 升1.7% 3323 都升14.4.5% 2009 升超過0.7% 3.96% 南丑呢 除了700比較搶鏡呢 就是國泰 293 財源一萬星 雖然就比較 就是淒美一點啦 但現在升超過3.5% 就是今早的頂來的 11.74% 最高 現在是11.72% 還有沒有得升呢 就是國泰 我覺得就有得搏的 因為這陣子都比較多新聞 早前其實創過新低的 但始終你看到在10元邊那個位的支持 非常之強的 支持被人踢出指數啊 踢走MSCI 然後可能恒指都 成份 我想都可能不保了 但是就很快彈回上來 也都其實你看到幾明顯地 最壞的情況應該過去的了 管理層都這麼說 我覺得未來6月那次的業績 就可以有些期望的 嗯 好啊 但是現在差不多 他平時的range 每次都是10元至12、13左右而已 現在去到接近12元 我又覺得有點危險 可以等回落一點點 都是紅二的 其實是在range 10元和13元之間 炒來炒去 現在剛剛叫做 中間高一點點 可以等下11元邊左右留意 只要計算 下跌的空間就不是很大的 嗯嗯嗯嗯 其實5月份呢 這次就反了傳統 因為大家之前都覺得要sell in May 這次又沒有做到這樣 但現在去到5月底 6月你覺得能否延續到這個聲勢呢 嗯 我也是覺得其實整個大市我是有些保留的 你看到沒有什麼樣的一個像樣的調整 那些波幅也都很低 人們都指出那個 VIX很低 火事很少東西 風吹草動的事就很急電下來 所以我 如果你真是說做其子 或者整個大市那些 我真的有些保留 可能看那邊 剛才我們說的落後股可能就好一點 嗯 3008 這些水泥等等可以考慮 那好了 和Ivan談到這裏 多謝Ivan 多謝你的分析 和你談到這裏 看看市場 升161點的 25,336點 Youtube的朋友沒有like的 之前也起碼有30個 現在只有11個 不知道去哪裏 很多朋友收到1009的要約通知 提出1.644元的現金收購 這樣也不明白 為甚麼 為甚麼現價是1.7多元 但會和你說1.644元的位置 去做那個收購 因為那個geo價就是1.644元 傻丑 當然是用那個價 很多時候見到 譬如說 之前大家 不是我推介 那隻1808企展 有個geo價之後爆升 爆升七成 但當然會回升四五成 它也是超越了geo價 但你看看現在 基本上 它買的那支股份 1.644元 是向人買的 但你是不需要用這個價錢給它 所以你不理它 你就拿著也行 那封信 我想超過十幾個朋友問我 那封信怎麼辦 你不用理它 你繼續 不需要回應它 就繼續持有那個股份 除非你想1.644元買給它 但你不會那麼傻 你1.7.5元 為甚麼我要虧1元買給你 當然不是這樣看 那之前的geo價是1.6元 然後它提價到1.644元 其實挺有誠意的 亦都發現到那個潛力在哪裏 所以大家不需要用1.644元買給人的 大家要學習一下怎樣去處理這些股份 因為很多時候都會遇到這些相關的股份 大家都不太知道 那天有人問我 又是說除淨 究竟之前還是之後 那天解釋得很清楚 就是在股東名冊那裏 見到你的名字有一段時間 見不到你的名字沒有 即是在除淨之前 你走了 人家都說是除 除淨之前走當然沒有 當然是在除淨那天或之後才離開 所以大家要留意 沒理由這麼傻珠給回去 那當然是留了 而且你已經這麼有誠意提價了 你買串魚蛋 你明明5元奶回來 沒理由4元多給回人的 簡單 留意 而且用1.644元 當作是 嘩 我一說 叫大家YouTubeLike而已 就有20個人Like了 大家是不是主動一點 我們其實在股市裏面 就要主動一點 不過我也提大家的 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我說是有用的 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大家很擔心 我星期一是不是回來 很擔心 今天是有孫柏文 不是那麼容易請的 孫柏文都 你們不要這樣 看外圍真的OK的 別人有些智慧的 學習不同的習慣 歡迎大家分享一下 雖然Like在YouTube那裏 是我自己個人興奮的 例如說 會不會多些人看到呢 或者我的廣告收入 會不會多了 是不會的 但起碼有你 好像那些籌款節目 幫我播東話那首歌 是的 這樣 起碼知道有你的存在 雖然大家知道我的存在 但我不知道你們的存在 所以 大家Like一下 知道大家都在這裏支持一下 因為市場始終 雖然是悶悶地上 但沒有看錯的方向 我都和大家說 五月我不會看淡 都給點掌聲 我都是看好的 還有去年年底做一個訪問 我又說了 我看兩萬八 那時十一月十二月 你看回圖 市場很差的 我想都不會有很多人敢跟你說看好的 我有的 我記得那個雜誌有訪問我和梁杰文的 Mike 即是星期四的嘉賓 他都是看好的 所以 剛好大家都是看好的 因為譬如五月份 你找回 其實很有趣 香港人是很善亡的 但一錯了出來就罵 之前五月份叫你銷售那些 你有否找出來 當然不會 即是說完就算了 但你自己就要識分 究竟哪些適合你聽 哪些你應該聽 因為我又說 市場有很多不同的噪音 但當然我不會每次都對 我每次都對 就去了美國做股神 正呀 有時喝可樂 但不會的 但不要一個大方向都看錯了 就很難搞 就算你發覺這幾個月不會 一二三月我是賺到大錢的 OK的 我當時就說 今年有一個目標 就賺一個七位數字的情況 其實差不多了 我已經 這首六月左右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我不說實數 不要看錯方向 還有幫自己定一個小小的目標 你不要定那些一天賺五個水 一千元那些 因為做不到的 那些你今天賺了五百元 你連續賺了七天 但你第八、第九、第十天 虧了五個水 你就有時間追 你就要追回一千元 那你就很難搞 這些是我二十歲時有想過 但發覺做了一個月後 受不了 因為這個目標做不到 很多朋友可能剛大學畢業 有考慮做這些事 但就不要搞這些 所以大家自己考慮一下自己個人的資料 先回答一些問題 2007年怎樣看 只剩8.22元 不用怕 市場當然是 拘捕你這些位置 逼你沽 我是不會沽 10天線才剛升穿20天線 拿著它 我自己不是那麼擔心 但你說看多少 因為其實是很多年來的 大概10年 9年多 所以先看整數位 雖然我自己不喜歡吃整數位 先看了9元 2007 先回答問題 10點03分 66分 我也跟大家說了 隨正沒有了特別式的 那麼大的憧憬 是會回的 港鐵 每一件事是不斷不斷不斷上的 你看到它連續出了兩支的陰燭 如果大家有大利時機 你一定要 如果你在看這個節目 而你沒有大利時機 真的沒有節省少少錢 真的要用大利時機 你看到 那些盤在右邊沽盤 相當之多 和密的 我覺得是時候差不多吃糊 如果想未買的 想買的 現在升到這樣才買 四十三 即是二十天線的時候 那時候都近了 才考慮 因為沒有特別式憧憬 一定是這樣的 差不多是定律 這條可以記住這個方程式 下次就要留意 然後看看 2007搭了 317 14.5至15元買的 怎樣做好呢 這隻中旋防務 我覺得它做了一個短期底的 這隻中旋防務 之前阿金仔說打仗 所以就爆了上來 這些位底買 十三元 十三個多 幾次都是看到這個底 就開始爆 如果你喜歡 中旋防務是可以考慮一下 雖然我的戰友說 買了這隻都服我 但我買了都贏 所以都是很適合 看看你自己 不是說迷信 看看合不合你自己的性格 星期五在飛機上面 看Tasty Money 看到什麼在飛機上面 你用Wi-Fi看 這麼厲害 有米 用Wi-Fi看這麼厲害 分享了才問 Facebook的朋友 雖然我都會回答 多謝Lewis 你分享 先看看 你問牛仔嗎 牛仔那些 我要問雷神 硬一點有 看看 69345 69956 似乎你是個人意見多 不是問 那即是不用理會 通常你問問題有問號 但這是你個人意見 522周星星 你這個名字OK 你拿了我想用這個名字 我想用一個 那天看到有一個古友 他叫自己做古天樂 但是古字也是股票的股 我心想 真厲害 股票的股 然後不是 那些什麼股性的 都是這樣用的 是呀 我叫自己做股具機 然後用那個股票的股 挺好笑的 522買不買得得 科技股我上個星期 就叫你不要買的 即是不要收拾的 沒錯 上個星期跌到含含的聲 2382今天都是升得百分之一 是比市市是弱點的 你見其他那些 即是傳統股份升得厲害點 給我就不賣了 別人升了那麼大段 開始休息 我買一些低殘的股份 會比較著數一點 我就不會這樣買了 那我可以 522點都是我覺得比較優質一點的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 就考慮522 522也在升百分之二點幾 2.9 113.8 之前跌到1.10.5 相當之誇張 好了 那我先談到這裡 一會兒回來又有嘉賓和我們聊天 beide 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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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1.10 1.10